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好了 再说一个 白日依山尽 小别圣新婚 又说对了 看见我媳妇了吗 老公 回来了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两件大事 来来来 行 我去给你下饺子去 咱俩边吃边说 你等会儿 就知道吃 我跟你说 这两件事 要是办成了 咱们俩从今以后 再也不吃饭 不是 再也不在家里吃饭 咱们出去下馆子 行 来来来 什么大事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老公 你就吓死我吧 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 行 你要不怕死 我就告诉你 这两件大事 任何一件事办成了 咱们俩立马 搬别墅买汽车 你就等着学车吧你 行 那你就跟我们说说 第一件事吧 我先说第二件 行 第二件是这样的 来 咱们祖国的大西北 沙漠化严重 你知道吧 没人治理得了 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蚯蚓 蚯蚓 对 蚯蚓这个动物 它和其他的不一样 它直肠子 它呀 吃土拉土 你怎么知道 但是你别忘了 它拉出来的土 和吃进的土不一样 拉出来的土 是富含淡磷甲的卧土 我准备引进 扒一条蚯蚓 往大西北一洒 不过半年 沙漠变绿洲 国家一高兴 给咱发的奖金 几辈子都花不完 哎呦 老公 那蚯蚓吃土拉土 那吃沙子 拉的不是还是沙子吗 我还有办法 我让这些蚯蚓 在咱们这儿把土吃饱了 憋住 到那边拉 然后空着肚子再回来 再吃 再回去拉 经过这么几番之后 成了 好 怎么样 老公 这事就算是成了 那你再给我们说说第一件吧 第一件呀 这件事都成了 第一件就不用说了 吃饭吃饭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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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们大家伙就想听听的第一件 对不对呀 哎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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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说说说说说说看 第一件说说说说我真怕吓死你我 哎呀老公 你就吓我吧 你就肯定就得吓死我吧 行 嗯 来 第一件我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你 我开着免提我让你听听行了吧 听着啊 喂 喂 Sara 哎 我是你郭哥 哎呀郭哥 哎 我跟你说 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黄金的事 靠谱不靠谱 鉴定证书都在我这呢 有什么不靠谱的 啊 那人家问了 你这黄金的纯度是多少 99.99啊 你说的是一整块 实心的对吧 啊 多大呀 高 三米三 宽 三米三 长 十六米 这么大一块 那得多重啊 得多少斤 多少斤 六千吨 六千吨 你还不学车去 你 喂 那那我们下家这准备多少钱呢 按照国际黄金比价你算呢 那谁能算得出来啊 赶紧找下家啊 好 喂 二啊 哎 还这有二 二啊 我是你郭哥 郭哥 我正找你呢 金子准备怎么样了 金子找着了 现在就看你这下家有没有钱了 钱早就到位了 你有多少 四万一 哎呀 我的天哪 喂 二啊 你还在线上的吗 你还在线上的吗 电话真好使 喂 二啊 那你有四万亿 你就放心吧 钱都在我卡上了 那现在就没事了 现在 你想金子也有了 钱也有了 就差签合同了 对啊 下午两点就在你家 好嘞 兄弟 你等会儿 我这忙活了半天 我总得有点好处吧 好 有你一个点 好嘞 一个点是多少 四万亿 一个点四百个亿 四百亿 哎呀妈 舌头咬下来了 四百亿 你还不学车去 学自动挡的 多学几辆 我的小富婆 我打富豪 小富婆 我打富豪 我的小富婆 行了 老婆 我问你 你觉得这事儿的靠谱吗 还不靠谱 还不靠谱 现在金子也有了 钱也有了 现在 你等会儿来电话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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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喂 请问 你是郭先生吗 对啊 你是谁 我是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你谁 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你什么事 你是不是和一个叫二 一个叫三的人 经常联系啊 啊 我们是合作伙伴啊 哦 是这样 他们是我们医院 收治的两名患者 出院观察期间呢 病情再次复发 我们想问一下 你和他们都聊什么了 喂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您先等会儿吧 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呢 你让他接个电话 来 接电话 喂 你好 我是郭德的爱人 哎 你好 呃 是这样 我们想了解一下 您爱人最近一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他白天不起喊上不睡的 天天嚷嚷着办大事办大事 可他什么大事也办不成 啊 好吧好吧 那你尽快领他来医院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你也来啊 就这样 我 谢谢啊 你说这电话来的 早不来晚不来 那四百亿整没了 四百亿没了 人家不来电话 你人都没了 你说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你为了谁呀 我都是为了你 我想让你幸福 你看咱们家楼上的老王 人家搬走了 住大别墅去了 楼下的小李 人家赶在姚号之前 买了两辆新车 我除了羡慕 嫉妒 我还有恨 我恨我自己没本事 我想多挣点钱 发点财 让你过得幸福点 宽子 过来 你看你 都长出白头发了 我满头的白发 我光头啊 我 我要的幸福 不是这些 我要的幸福 就是每天我下班了 你能在胡同楼等着我 咱俩一块到小铺里 吃完热馄饨 我最想要的 就是坐在你的自行车的后座上 跟你说一说 这一天发生有趣的事 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 幸福就是知足 老婆 你说的对 幸福就是知足 我怎么这么笨 我去擦地 地擦完了 我去刷碗 碗也刷过了 那我去做饭 饭也 做好了 那 咱们吃吧 就知道吃 等一下 媳妇给你下饺子去 你等会 你刚才说 让我做梦做梦 怕叫醒我 那刚才他们 叼啦叼啦鼓掌 什么意思 他们呀 他们都是好人 比我更疼你 我谢谢你们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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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